大家早安 勞動節快樂 今天這一部影片 要來講解一下活動參加的方式 還有迷宮最快速的破解流程 順便講解一下獎勵的內容 在4月29日這天 西式會會播報勞動節相關的消息 進入遊戲之後直接到服務處跟裏克對話 他會跟你說活動的消息 說是感謝工具人長期的努力對工具人 他沒有講的工具人 我的本尊島主角色就是沒有完成關卡就離開島嶼 原本是因為有事情要忙想說要晚點再去去玩 結果我就回不去了 我當時還把時間改回2020年紀錄之後 再刷為2021年想說看看會不會重置活動 結果開啟遊戲之後就無法再參加島嶼的活動了 慘痛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個活動有鎖時間 如果沒有完成迷宮就離開活動的島嶼 就不能再回去了 好 我們回歸正題 跟莫里對話之後就會前往活動的島嶼 我補充一下資訊 如果在通關過程走錯路或是做錯的事情也沒關係 若想要重新開始的話可以用利亞鍵來打開手機 選擇緊急逃脫服務的APP來重置整個迷宮喔 現在就要來快速的通關一下 好 我們先拿這個鏟子起來 把這個球挖起來 對 草叢的部分 拿起來這個橘子 然後先把橘子吃掉 把這個橘子吃掉之後就可以先把這個樹 鏟起來 鏟起來之後我們先把前面那兩個軟木材拿走 然後我們先到右邊的地方拿走這兩顆水果 拿走水果之後我們趕快跑到左邊 最左邊最左邊 把樹叢挖起來 然後再跳過來這邊 拿走這個軟木材 跟梯子的DIY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把水果吃掉 吃兩顆水果 好 都吃掉 通通吃掉 吃吃吃吃 好 不要再發瘋了 我們震驚震震驚 對對對 好 石頭切破之後 到右邊這邊再把這兩個軟木材拿走 好 我們現在已經拿了蠻多木材 對對對 OK 把這個樹挖起來 然後再跳過來這邊把這兩顆水果拿走 接下來回到剛才那裡 我們繞回來 往左邊這邊 回到另外一邊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我們好不要吵 我怕你的耳膜破掉 好 我們把這個水果都吃掉 通通吃光 兩顆都吃 嗯嗯 好 吃完之後 把那個石頭敲爆 拿走這個橘子 之後再把這個樹挖起來 有沒有看到兩個硬木材就要入手了 把這兩個木材拿走 接下來我們跳過來這邊 好 剛才拿到的橘子吃掉 好 水果的部分 好像是每一座島都有不同的水果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島是橘子島 所以就是橘子 那你們可能就別的島 好 就是別的水果 好 進來這邊之後 拿走橘子 跟這些木材 對 這裡有兩個 然後左邊這邊 還有一個軟木材 那我們再跳回來 要繞一圈才能回到左邊 我們要回到剛才那裡 嗯 我們剛剛那邊有看到一個工作台 對對對 準備要到工作台那邊了 好 繞回來之後 先把剛才拿到的水果吃掉 我們要拿最後最後的兩個硬木材 對 梯子的材料是四個 三種的木材都各四個 才有辦法製作一個梯子嘛 對 我們現在已經拿到所有的木材都各四個了 先來把這個梯子做一做 好 做出來了 梯子 耶 完成 好 我們第一個步驟完成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可以直接按左右的方向鍵來切換這些工具 跳回來這邊直接上來 上來我們把這個快壞掉的斧頭拿走 然後直接從左邊這邊下去 好 接下來我們往右邊走 一直走一直走 好 繞一圈 跳進來 好 看到這邊很多東西了對不對 我們直接往左邊這邊跳 把這個樹砍掉 好 這個快壞掉的斧頭只能砍一個東西 對 我們就把這個砍掉 砍掉之後我們直接上去 過去 對 就是用座椅子的方式移動進來 然後 拉樓梯上來把這兩個橘子拿走 好 這兩顆橘子拿走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草叢挖掉 對 都是用方向鍵來切換這些工具 就會很省時間了 好 你就不用再按 X按鈕打開包包切換 比較方便一點 好 我們看到這兩顆樹了對不對 把剛才拿到的兩顆水果 吃掉 偷偷吃掉 哇 吃這麼多我都不會繞賽 真的是 有點分心 我們繼續認真一點 好 我們把這兩顆水果樹都拿走 我不知道是水果樹還是什麼樹 反正就是樹 有可能它是蔻叶樹 上面有點沒水果啊 好 這三顆水果都拿走之後 我們再從右邊這邊下來 看見沒 前面剩下一個草叢 我們把它挖掉 把這個草叢挖了 挖掉之後跳過去 跳 好 我們跳過來之後再回到下面這邊 繞一圈 對 要繞一圈才能上去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就是默默了 默默已經在前面了 我們把水果吃掉 對 我們一次把所有水果吃掉好了 對 反正待會都要用掉 就先吃嘛 都已經把包包打開了 好 水果都吃光光了 接下來把這棵樹 砍掉 也不是砍掉 挖掉啦 砍掉 好 拿樓梯出來我們爬上去 等一下是默默 哈囉 默默 卡在那裡為什麼上去 好 我們直接下來 把前面這個草叢挖掉 有沒有看到 零錢月換券 立刻給的獎勵 記得拿 有四個 這邊有四個 好 四個都拿走了 好 我們接下來要往左邊走 好 這邊的 直接把它撬爆 拿走這兩顆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快要結束了 喔 這裡是最終最終的關卡 把所有的水果都吃掉 對 到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是 已經有三個水果 在肚子裡面 那就把這三顆石頭爆掉 砰 砰 好 全部爆 那我們把地上的 零錢月換券 全部都撿起來 這樣子啊 現在我們的包包面 總共有九個零錢月換券 全部都拿到了 對 太好了 Yagata 好 好 這樣子我們迷宮就完成了 那大家記得 走到默默那邊的時候 一定要跟默默對話 那我是已經對話過了 跟他對話之後 就可以拿到獎品 獎品他會隔天寄給你 對 那我們完成這個迷宮 包包面前有九個零錢月換券 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回家回家 旅行結束 成功完成 然後如果你按重來的話 那個零錢兌換券 會回去那個地上 對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多玩幾次的話 要注意這一點 對 我之前有想說 多玩幾次之後拍影片的時候 可以像這樣子 比較順暢 然後我一按重來 那個零錢就回去地上 噗 我的包包裡面就是空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嗯 對 在我們走到默默這裡之後 他就會跟你講說 會送你一些禮物 那我們的禮物有分兩種 那如果說去年有參加過勞動節的觀眾 參加這一次的迷宮跟默默對話後 就可以獲得默默的照片 他會寄給你 對對對 那如果說去年沒有參加過勞動節 完成了這個關卡跟默默對話 獲得的禮物會是默默的行李箱 等於是說這個活動有兩段是 你第一次參加獲得的東西是行李箱 第二次參加會獲得照片 完成迷宮回到家之後 可以去跟默默聊聊天 他會問你感想 就照你想回憶的方式跟他聊天 就好像是一個劇情的感覺啦 在迷宮裡面拿到的零錢兌換券 會在信項裡面收到 手上拿到的這些零錢兌換券 可以直接拿去NOCO商店賣掉換錢 每張券都可以用3000元的零錢價格賣出 9張全部賣掉就可以直接賺到27000元零錢了 雖然金額沒有很大 不過也是可以補貼一些製裝費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都通關迷宮了嗎? 我當時玩了超多次才過關的 如果想要看我迷宮失敗的影片 可以看一下我的動森日常或是直播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瑪丹捏